我在此懇切地呼籲 为了救中国国民党 为了救中华民国 请韩国瑜先生 给国民党留些尊严 退出2020 总统大选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我当然希望他能接替出来参选 我决定就是会 我会跟着杨秋新杨倩长的脚步 主动宣布 退出中国国民党 如果国民党都视而不见 用韩国瑜条款 把国民党打造成一个议言堂 那这样子 让我们无数党内优秀的同志 为了替韩国瑜一个人辩护 然后遭受到伤害 那这不就是全党救义人吗 那韩国瑜 不就义人 毁了整个国民党吗 韩国瑜先生 为了他的言行 一再地用话语 用话术去辩护 他常常讲 黑韩产业链 质疑为什么大家都要黑他 其实他才是 黑韩产业链的最大供应者 上一次 总统大选的时候 红秀柱 柱柱姐 也受到党内非常多的质疑 而且 从党员 到中常委 都有许多批评的声音 请问 有人因为对党内 提出建言 而被开除的吗 对候选人提出质疑 而被开除党籍的吗 第二点 我认为 韩国瑜的言行 已经对下一代的教育 造成 非常大的 不良影响 他17年前 怎样的 花天酒地 不努力 那这些呢 他还很自豪的 屡屡在年轻朋友面前撑 那他要制造一个反差 他现在已经改过自新了 而且还能选上高雄市长 最近非常多的爆料 都显示说 他现在这段时间 他17年的 17年的失忆的这段时间 以及 任职北农总经理的时间 甚至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 都有一些 不良的 不佳的 记录 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 他 前一阵子 他讲了一个责任制 他认为 市长是一个责任制 的工作 所以大家不要质疑他 多晚去上班 多晚开始跑行程 看看他多晚下班 但是呢 未来如果我们的小孩 也向我们问一句 向所有的父母问一句 我不喜欢念书啦 那我要跟朋友出去玩啦 因为为什么 因为念书也是责任制啊 我在此 我在此恳切地 呼吁 为了救 中国国民党 为了救 中华民国 请韩国瑜先生 给国民党 留些尊严 配出 2020 总统大选 郭台铭 郭台铭 郭总市长仍然是 中国国民党的 荣誉党员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我当然希望 他能接替出来参选 我觉得 现在 国民党已经 有分裂的情况 那一些人呢 也会 在别人询问的时候 甚至好朋友询问的时候 然后 答出 标准回答 像我有一些 好在各地 也是议员的好朋友 都是年轻的议员 之前 有一些人是挺 郭台铭 郭董事长的 那他们 针对 刚刚您类似的回答的话呢 类似的问题的话 他们会讲说 那既然党都已经决定了候选人啊 那我当然就是只能支持 好 党推述的候选人 我觉得这个字应该用 台语来讲 回路语嘛 那 我相信 大部分的 男性的朋友 应该都懂它是什么意思 那 基于 毕竟是我的长辈 那他也是 那个 就是我必须要维护他的名声 我不能够公开他的名字 但是呢 他的的确确 说他有跟韩国瑜喝过酒 在台北 那也有 那个时候的媒体的记者 有几位 他们是在韩国瑜 失忆的这17年里面 常常会出来喝酒 那 当然关于韩国瑜 喝酒的 传闻 这个非常多人 非常多的 那个媒体先进 甚至说政坛的先进 都有去描述过状况 那 那 灰鱼 是怎样状况 其实我想说 大家也应该能够稍微去想象那个画面 那我就不再 多做说明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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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